在接受过印证的家庭中 只有麦迪喜德圣旨的父亲 一直都受到教导 必须做哪些事 无论现在或将来 你家庭中最重要的是 莫过于获得印证的祝福 没有任何事物会比履行 你在神的圣殿内所定立 或将要定立的婚姻和家庭圣约更重要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 很清楚 我们必须透过服从和牺牲 才能让应许的神圣之灵 印证我们所立的圣殿圣约 使这些圣约可以在来生实现